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彼此的照顾 然后在舒华公路的那一段这样行走 让我觉得很有很就是很暖的感觉这样子 一边走一边淋雨那一边吃面包 雨下很大还是一些信徒还是拿着面包 边走边吃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 应该躲到凉亭前面吃一顿再讲吧 可是这个画面让我很感动 变方表示苦行过程 感谢各地公庙行众加油打气 致时给予鼓励与支持 让过程辛苦同时 更感受宝导土地的温暖 最后一天返店 更有剧团与店内供奉主神无极天王 祖母娘娘装扮 迎接这群苦行队伍圆满 脚的关节都肿了 还会晚上愁痛 我跟彭世杰讲说 我可能走不下去了 他跟我讲他更严重 脚底都是翻开的 我听着他这样讲 我要更坚持 后续我不敢喊痛 也是很感谢上昌的支持 听到他们喊苦 喊痛 脚一到就抬不起来 但是到最后 我们能够替众生能够做多少事情 我们尽力去做 回到青山地区 许多地方民众 纷纷主动加入队伍 结伴鼓励店方人员 店方更在店内 以舒适自助餐方式 感谢神明与信众的恋力眷顾 期待相继16年后 因疫情的暂时环岛绕境 能在宗教的力量下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完台湾 完台湾 平安跟顺利 平安跟顺利 完世界 完世界 云役中帖利 一起云役中帖利